大家好,这里是苏瑶浩批评书 我们今天重点关注一下以色列 以色列现在处在一个战争状态 非常的让人揪心 首先是700多颗火箭 哈马斯打出了700多颗火箭 完了以后天空是叫战火通明 700多颗火箭都是被以色列的铁穹 就是防空的铁穹给一个一个的揽回去了 不叫揽回去了,揽住了 就没有一颗落在地上 所以这个时候你昨天也讲过 就是说以色列的防空技术 防空的水平那是值得很多个国家学习 我先扯点扯点与我们有关的 与我们这边有关的 比如台湾真的要学习以色列 蓬佩奥说的太对了 台湾最应该学习的就是以色列 如果台湾的防空技术能够把土工 有一天如果真要搞什么武统的话 你能够把空中所有的土工发过来的导弹 都一个一个难住的话 台湾何愁不胜定呢 因为你难住第一波 第二波就该你攻击了 是吧,因为你台湾不可能首先打他们 是吧,完了第二波攻击他们是难不住的 那帮家伙吃河瓢团难个屁啊 是不是 还有韩国也是,韩国首尔 距离朝鲜这么近啊 你如果有这么好的技术 何愁不胜利呢 日本也是,是不是 就是我们最关心的三个地方 一个是台湾,一个是日本,一个是韩国啊 这都是民主,东方民主的灯塔 都要向以色列学习 那以色列了不得了啊 当然呢我们继续讲以色列的消息啊 然后以色列就进行了反击啊 干掉了一批的这个恐怖分子啊 干掉了他的一个指挥中心啊 一个十八层的一个大楼 知道吗 但是呢这次的以色列的这种乱象啊 跟过去有很大的不一样 知道吗 很大的不一样 就是以色列的国内的情况也不好 国内有什么情况呢 就是国内以色列 它虽然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家 但是里面有很多个人 至少应该有十分之一的人吧 十分之一的人 就是这个叫做穆斯林人啊 阿拉伯人知道吗 就是他们并不是犹太教的这个教徒 他们是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教徒 就是生活在以色列啊 是这样的 因为以色列它还是要宽容嘛 是吧 因为我们我们有常识的人都知道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他是亲兄弟嘛 是不是啊 同父异母的兄弟嘛 是吧 真的真的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子的 就本是同根生啊 是相间和台极 中国的有些个股市写的是蛮贴切的啊 整个圣经传统里面的这个犹太人和阿拉伯 之间的故事就是兄弟兄弟互相残杀 就是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也就是说除了这个哈马斯 从这个巴勒斯坦地区啊 从加沙地区发了700多颗导弹 这个火箭以外啊 然后在以色列的好几个城市 特拉维夫 罗德什么的好几个城市 都发生了由当地的犹太人和当地的啊 这个阿拉伯人之间的一个叫做街头的暴力冲突吧 然后警察就一点办法都没有都管不住了 因为规模太大了 知道吧 然后有一个城市的市长就在电视上说 我们已经失去了对这个城市的控制 整个就乱了知道吧 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现象 那我去以色列的时候 我是有这个印象的啊 我们是这个租了个大巴嘛 给我们开车的 我一开始犹太人犹太人 他怎么看怎么不像 后来这个一个别人就告诉我 这个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穆斯林 一个阿拉伯人 但是他是以色列的公民 以色列是这样一个情况 他从头到尾一句话都不说 他也不笑 因为你看我们去参观的时候 去看的时候 遇到几个犹太人 你看我长的样子 问我你是不是中国的 你是从中国来的 我说是啊 他说我们是朋友 知道吧 你们对我们很好的 我们是朋友 然后就是他有这个意思 但是阿拉伯人看见我们 看见我们这些中国人 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不跟你说话 从头到尾 他会说英文 但是他一句话都不说 他就是这样子 他很有意思 就是现在以色列的国内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也在打起来了 而且非常的严重 所以整个犹太 整个以色列国家 现在进入一个紧急状态 外交部长本来是他的专机 已经是开 坐飞机已经开出来了 已经要去韩国访问 开到一半的时候 被招回去了 中头折返回去了 因为以色列国内出现了紧急的情况 然后向韩国的外长表示歉意 时候合适的时候再来 你就知道以色列情况有多么严重 更有趣的是什么 以色列这边已经处在一个战火状态 那么华盛顿DC 就是华盛顿特区这边也在开始闹起来了 华盛顿现在这个特区街上 有两派人也在互相攻击 一派就是挺矣的人 一派是挺阿的人 挺巴的人 所以巴矣冲突 在华盛顿这个地方 我告诉你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生存政府 都是奥巴马他们背后操作的 所以你就看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臭名昭著的臭不咬脸的 嫁给自己哥哥的美国的议员 叫奥马尔是吧 他出来说话 说了一句 让所有人 让他旁边的跟他一会儿的人 都感觉到特别惊讶 就是说以色列难截700多颗 从袈裟过来的火箭 这是一种恐怖战争的行为 是恐怖分子干的行为 他就这样说话 我又没惹你 没招你 你给我放了700多颗火箭 放到我的空中 然后我把它难截了 是不是 完了你指责我是恐怖分子 你说你说这是什么逻辑 什么这人都疯了 你知道吗 就是美国都是搞这种男人 在你当美国的众议院的一员 你说美国国家能不断吗 是不是简直是匪夷所思 你知道吗 很有意思 然后我看了这些新闻 我觉得是就一声长叹 真的是什么人 是不是 然后我看信心小宝 他有一些别的渠道 就是他有一个Q的渠道 我们分享一下他Q这边是怎么说这个事情的 说完了以后 我们再做一些我比较擅长的思想史方面的 或者是观念方面的一些分析 他说在Q的drop中 有几个地方提到了以色列 第一 以色列的情报机构 摩萨德 在美国媒体界布置了很多个资产的线人 暗中参与过反川和反美的行动 第二 以色列在中东的一些军事行动的出发点 并不是为了美国的利益的考量 有时候反而造成对美国的不利 第三 以色列曾经给民主党数目捐献了350万美元 我们也知道在2020年年底的国会通过的 这个猪肉法案中 有意思的 有7亿美元是给以色列的 第四 以色列曾经卷入了 这个阿旺事件 阿旺是巴基斯坦裔美国人 曾经作为IT顾问 为众院民主党工作 并骇客进国会电脑系统 为巴基斯坦政府输送美国的一个机密 后来被起诉 但是由于这个民主党诬陷 俄罗斯骇客进国会系统的预论说辞相反 这个起诉被淡化了 川普总统曾经要求司法部 严查阿旺的事件 所以Q曾经向大家暗示过 说这个阿旺事件中 以色列有卷入 但谈论此事的时候 Q有一个著名的job 他是这么说的 我们要把以色列留到最后 一次也没有提到 是由于非常具体的原因 所以这些话说起来就挺有意思的 所以你看西新小宝他是这么推断的 你看他怎么想 他说此次巴以冲突是美国民主党和深层政府纵容和推动的结果 在此时推动这个冲突就可以打击以色列对恢复伊朗核协议的一个阻牢 又可赢的制造世界的混乱 要知道乌克兰 与俄罗斯的冲突 中共与台湾的冲突 都是雷声大 余点小 并没有入拜登的院 真的要出发战争的话 帮助这个英茂集团 生存政府 民主党 过度过危机 最好的办法 就是制造一场世界大战 或者世界的灾难 原本计划的武汉病毒事件 被川普总统的反制措施化解了 美国各地正在恢复正常 那邪恶势力需要新的战争或者灾难 那么在具体的操作上 具有伊斯兰背景 并仇恨以色列的国会穆斯林三女巫 是再好不过的人选了 不但他们可以作为催化剂 也可以通风暴行 挑动矛盾 还可以在美国国内煽风凉火 制造混乱 诸党和深层政府 目前最喜欢的就是乱 越乱越好 大乱但逆 昏水摸鱼 猛恐过关 逃过美国关于选举的法医师的审计 使人们忘记追求 追究大选的舞弊的真相 然后他说怎么理解 科普所说的把以色列要留到最后的这句话呢 他的意思是说 最后挽救以色列的一定是美国军方的正义力量 还是说是要在最后曝光以色列的内幕呢 说川普总统在公开的演讲中从来都是坚定站在以色列的一方 还不为巨大的国内的国际的压力做出了承认格兰高地 把美国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的重大决定 从这些个方面看 以色列是川普和美国的盟友 但是从以色列总统很早祝贺拜登 以色列穆萨德深通美国 买通民主党政客以及参与某些邪恶的活动 这个似乎又是美国的敌人 怎么解释这个冲突呢 他说是否是以色列和美国处在非常相似的状态 人民被这个生存政府 英贸集团情报机构控制 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在中东的稳定上 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为了能够让中东实现和平 川普政策上任后跟这两个国家 跟这两个地方的关系简直是如蜜月般的和谐 所以Q所言的真实的含义 应该是要在以色列被毁灭的时候 出手拯救以色列 而拯救的办法就是帮助 扒出绑架以色列的邪恶的情报机构 和背后的生存政府 这当然是一种说法 我觉得有没有道理有道理 我信息是有限 我的这种推测的能力也是非常的有限 我的长处是就一些思想史观念的层面 然后做一些观念秩序的分析 这是我的强项 所以基本上关于以色列的事情 我是这么看的 我们都有一些最有趣的话 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是有九分美的话 有九分的美好的话 那么有八分都是在耶路撒冷 我们还说这个耶路撒冷是距上帝最近的地方 准确说是这样说的 耶路撒冷是我们这个星球 蓝色的星球 距上帝最近的地方 所以全世界有那么多人去耶路撒冷 很多人都想占据那个地方 犹太人要占据这个地方 现在是犹太人占据的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是阿拉伯人占据的 而且英国人也占据过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不叫做兵家逼争之地吧 应该叫做人类的文明逼争之地吧 就是这么讲吧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说它是这个南四的星球上面 距离上帝最近的地方 还有一个说法说以色列是这个世界的 是地球的心脏 而其他地方都是一些个与心脏有关系的 一些个地方 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是什么 以色列就是美国的心脏 所以美国如果乱套了 美国如果充满了这个邪恶腐败 美国如果充满了这个魔鬼的行为 美国如果生病了 那作为心脏的耶路撒冷 作为心脏的以色列 也一样的心调要加速 也要出现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些个说法是非常的形象 也是非常的准确 的确是这样子的 我们这个人类社会的文明 真正的文明 就是从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涌现出来的 美国是以色列的这个国家文明的一个表征 真的或者说是一个象征 美国看上去很大 但是呢真正的本质在以色列 这就是美国这个国家一直跟以色列的关系都不错的 所以美国这个国家是不可能跟以色列走得很远的 比如说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 那是不可想象的 一直以来虽然有很多个美国的政客 他试图须疏远以色列 但是他想疏远 他必须要摆出一幅想走近的姿态 所以历届的总统都把以色列与阿拉伯的事情 看成是他的外交层面的第一件事情 只有一个人不一样 这就是奥巴马 奥巴马曾经出过一本书 你看到上面叫《应许之地》 应许之地你有圣经训练你就知道这个词 加兰地嘛 应许之地对于犹太人来讲 耶路撒冷就是应许之地 可是对于阿拉伯人来讲 对于穆斯林 对于伊斯兰教的人来讲 耶路撒冷也是他的应许之地 所以我们去过以色列看到小小的一个地方 有三座辉煌的建筑 有犹太教的教堂 有伊斯兰教的穷顶 还有新教的非常辉煌的教堂 就是他是一个每个重大的文明的载体 都希望在这个地方占有一切之地的地方 在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今天的以色列基本上就是处在这么一个态势 也就是说美国平静的时候 以色列也会平静 为什么你想想就像一个人一样的 我的四肢发达 我的身体也没什么毛病 我的各个器官都挺好 那我的心脏一定也就是很安宁的 也是很稳健的 也是很有力的这么跳动 是吧 然后医生告诉我说你是一个健康的人 但是如果说我奔跑 是吧 美国在奔跑 是吧 我在奔跑 那我的心脏也就碰碰碰碰跳的不行 今天的美国就处在一个巨大的一个乱象之中 最终作为心脏的以色列 作为心脏的耶路撒冷 一定也会出现剧烈的心跳 叫心跳过快 心电图这个曲线出现的巨大的问题 这就是此时此刻的以色列 基本上这个人类社会 其他的文明体系都是与以色列有关的 比如中国 我们都知道中国在民国的时候 出了一个很优秀的外交官 当时他全世界都在迫害犹太人 然后尤其是德国人希特勒 然后出了一个外交官 他是偷偷的给很多犹太人发了签证 他们可以到中国去避难 是吧 这就是在一个关键的时候 就是他拯救了以色列的人的生命 所以我们去以色列 人家犹太人看见我们就跟我们拥抱 说我们是朋友 我们是一起的 这为什么呢 你说我们这些年你想想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看中央电视台的国际新闻 永远都是骂以色列 永远都是支持巴莱斯塔人 我们小时候 如果你没有一个足够的分辨能力 你一定会非常恨以色列 可是我们到了以色列以后 以色列人看着我们就想拥抱我们 觉得我们是他的朋友 你觉得中国人的生活 中国人的状态 跟他们也有很深的一个关系 整个人类社会都是这样 所以去分析以色列 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分析整个人类文明 去分析以色列就意味着我们在分析美国 真的今天美国这么乱象 你想想吧 多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川普做总统的时候 叫做一个 这个以色列叫做一个给力 是不是 以色列真是 是过去建国以来 是他们说是最和平的几年 真的 最和平的死年 各种妖娥子 实力都不敢动 是吧 都被川普给摁住了 所以川普才是真正的和平的这个英雄 是吧 他才是真正最有资格获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 如果说这个诺贝尔和平奖 还有那么一点点存在的意义 如果他不给川普的 他完全可以关门大击 完全可以滚错 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100年以来 真正具有和平的能力的人 就只有一个人 就是川普总统 但是诺贝尔和平奖 居然把这个和平奖给了这个奥巴马 而奥巴马是一个要赶走以色列人 赶走犹太人 占领耶路撒冷的人 是一个要兴起刀兵 要打仗 是要杀人的人 你说这个世界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不安呢 从以色列的目前的现状 你其实能看的比较清楚的 如果你有一些圣经训练 如果你有一些个思想史的训练的话 总之一句话 以色列就是人类的心脏 美国乱套了 以色列也会生病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